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同一個事實 就是從運動裏面給大家知道 所以呼吸現在有大問題 我們現在說的是 用呼吸成為運動 健身使得呼吸深呼吸一點 跑步或者踏單車使得呼吸深一點 遠遠比你本身坐在這裡好一點 所以你的開心指數會增加 你的肥胎會增加 但問題是你現在用深呼吸的方法 是會使得你的心境越來越開心 為什麼呢? 原因是這樣的 他們做了一個研究的發現 就算同一個人 在同樣做同樣的工作下 如果他的呼吸是正常的話 常常深呼吸的話 他就會覺得這些工作是充實 有意義和開心的 其實工作狂的人很喜歡工作的 是因為他工作的時候才能夠做到深呼吸 所以他很喜歡工作的 但是那些憂鬱型的人 即是他發現就算是同一個人 做同樣的工作量 但那段時間他的呼吸是不正常的話 他就會覺得累、忙、有壓力 明白嗎? 如果缺氧或急性缺氧 他就會覺得緊張和壓力 同一個人、同一個工作量 一個就覺得是消毀 另一個覺得充實、有意義和開心 明白嗎? 就是呼吸而已 就是呼吸 但雖然我們的情緒可以影響我們的呼吸 就是這樣 我們的信念也會影響我們的呼吸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在信主這麼多年 我見盡了很多的敵影支援 他們受過迫迫 都沒有我十分之一已經說是消毀了 明白嗎? 全職也好 或者教會裡面的領袖也好 沒有十分之一已經說是消毀了 為什麼? 原因就是他們的情緒控制自己 他們沒有辦法體能 沒有辦法承擔他們所面對的 這些無奈或這些問題 或這些工作 但是我們就算不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 如果控制你的呼吸的話 你的呼吸都可以甚麼? 可以調神 是吧? 所以原來就算同一個人 在同樣的工作之下 他的呼吸都會導致 他會一邊覺得充實、有意義和快樂 因為正確的呼吸和運動 因為工作都是一種運動 現在說工作都是一種運動 是的 原來當你在忙的時候 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是正確呼吸的話 肥胎就會出現 就這麼簡單 是忙的 但你的呼吸是否正常? 如果你在忙的時候 譬如舉個例子 你看到典型的 有些人叫他打字 或是做公司工作 真的臉都黑了 你叫他去旅行 他又不是 他會臉光彩的 如果以工作量、以體能量 兩樣都可能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不同? 原因是有些東西會引發我們的呼吸 是會深呼吸的 所以原來當我們 記住,運動家正確呼吸 是會出現肥胎的 所以換句話說 工作都是一種運動 如果你工作的時候 有正確呼吸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覺得 你那份工作是充實、有意義和開心的 OK? 但問題是如果你工作的時候 沒有正確的呼吸的話 你發覺你會疲倦、有壓力、緊張 甚至你會覺得硝毀 而最後久而久之 你的健康還會一落千丈 原因都是來自一樣的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呼吸可以為我們做到什麼 我們將它交給潛意識的做 但問題是我們交給潛意識 不管它之餘 你又不管自己的信念 又不管自己的情緒 你常常是憂鬱 人人是消極 常常是甚麼? 常常是人事當中 常常是遠天遊人 明白嗎? 你宣告就是一件事 但你的情緒又是另一件事 於是你的潛意識 就照著你消極的情緒 去控制你的人生 你會收回自己的過子嗎? 你知道嗎? 因為原來我們的身體 有很多東西可以改變 到階段年齡的骨架 身體的形態都可以改變 這是一直一直的 放心,我整篇都說了 今天你可以聽到 所以你會看到 原來他們發現 就算同一個人 他們的呼吸不正常 他們的情緒 就不能夠面對他們自己的工作 並且不僅僅工作 他們甚至覺得自己不能夠升任 而事實上 最慘的是甚麼呢? 最慘的是 原來呼吸不正常的人 聽住了 聽清楚 呼吸不正常的人 去休養的話 他的憂鬱和悶就更多 是的 呼吸不正常的人 就算叫他休養 我叫他休息了 他更會冤枉 為甚麼呢? 因為正確運動家 正確呼吸才出肥胎 他沒有工作 沒有運動 而他的心情 帶著憂鬱和休養 他沒有運動 沒有正確呼吸 他不會出肥胎 OK? 所以有很多人 直成在休養當中 是有自殺的傾向 就是這個意思 是因為他沒有了所有開心指數 去釋放出來 他會覺得人生好像不充實 不喜樂 不開心 有很多的情緒 所以其實不是你工作多還是少 其實不是 是的 其實是你用甚麼情緒 你用甚麼方式去面對你自己的工作 因為如果人的腦子完全沒有肥胎 他會覺得自己被遺棄、被拒絕 很有趣 很怪的 人的思想會是這樣的 所以記住 正確運動再加正確呼吸 是會出腦內啡 正確運動再加正確呼吸 但有些運動會被迫住心呼吸 被迫住 你健身就會被迫住心呼吸 你喘氣喘喲牛 熱身運動會有少少喘氣 所以出的肥胎沒有健身那麼多 健身會更加出現那種的 但記住 健身是暗躁 把你自己搬運啞鈴 而導致你的呼吸大 但現在我要你主動去做 你所出的肥胎是會比健身更加多的 是更加多的 因為你用完所有的力量 不是搬過壓力 你用完所有的力量 去在你的身體做健康的運動 所以你會看到這種感覺 唯一那些人大量吸毒食毒品 才會有這種肥胎的感覺 因為本身大量吸毒品 我們曾經分享過 在講酸鹼的時候 就是你的身體極酸 它為了要處理這些酸性 突然它全身的血管都擴張 心跳加速 還最快的方法 將這些毒素全部推入內臟 很多人很喜歡這種感覺 無論是腦、身體 他們覺得很興奮 於是人就上了人 但問題是 這是身體慢性中毒的現象 但我們出現的腦啡 不是這種慢性中毒的現象 它一樣會使出血管擴張 它會使你開心 而最厲害的是 這種腦內啡 這種肥胎 會殺菌 在身體上 會溶解腫瘤 腦內啡是溶解腫瘤的 所以它的感覺很像馬啡 但它完全不是那樣 但它麻醉的作用 是50至100倍的 比我們所說的馬啡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呼吸是 如果以運動來說 呼吸可以說對比其他運動 是屬於最容易的運動 它基本上是不單止運動肌肉 它連你的五床六虎 都全部運動 它連你的血管 連你的淋巴都行快15倍 所以它是最全面的運動 而事實上 你在運動當中 其他運動都可以不做 但呼吸不可以不做 我告訴你這種呼吸方式 是不可以不做的 而事實上 就算我們所說的健身 長跑、熱身運動 全部都要注意呼吸 才使得那個運動是好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健身 健身其實你要… 所以為什麼健身是要有教練的 因為有很多事情要注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健身的時候 你是要知道什麼時候吸氣 什麼時候呼氣 而並且你的吸氣呼氣 還有深層的吸氣 深層的呼氣 那套力才能出現 此其一 而第二 不會穀穿橫隔膜 而並且 如我所說 你根本的呼吸不夠深 你出不夠肥胎的話 你接著那幾天就會痛得很厲害 但你的呼吸正確的話 你發覺你不單在健身的時候 你處理得到救氣的所謂 救氣的人 其實不單在當時能夠應付到那個運動 是運動之後的那種酸痛 是比人少一些的 是因為他救氣 他說救氣 對 因為他的呼吸導致他的肥胎出得多 明白嗎 但那些不夠氣的人 不單在運動的時候 很辛苦 將來他會告訴你 周身酸痛 是嗎 你見到行山的人就知道 不習慣那些 明白嗎 走得又比人少 將來痛得又比人多 喊得又比人多 原因是因為他不夠氣 因為你夠氣的時候 你以為那個人不酸痛 他會酸痛 但是他有足夠的腦內啡 去幫他解決他這些酸痛 而給我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運動的時候的呼吸 其實呢